今早我們剛剛和立法會 舉行了第14次立法會的前聽交流會 總括來說我想分享三點的體會 第一點體會就是加強愛國主義教育 在這方面由我領導的憲法及基本法 推廣督道委員會 新成立了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將會協調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力量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的內容 我們會大家對接一下 加強國家歷史、文化及國情教育 第二點體會就是加強地區建設 隨著政府完善整個地區治理系統之後 450多支關外隊已經全部投入運作 關外隊已經探訪了大約4萬戶的長者 以及其他基層家庭 並按照他們的需要提供不同的家居支援服務 我知道這一類的服務已經超過7000次了 最後第三點的體會就是加強我們的醫療協助 不少議員都肯定政府的相關工作 醫衛局將會在今年推出為期五年的醫建通家計劃 也都會繼續推展跨境醫療協助 包括率先在今年年初公佈長者醫療券大灣區試點計劃 以及正同深圳和澳門商討有關的跨境直通救護車的安排 這次的體驗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